選情激烈 在昨天就傳出有候選人的公車遭到潑漆事件 新北市中和大都會公司遭到四位少年闖入 拿噴漆朝車身兩側的競選人廣告塗鴉 總共有18輛公車廣告遭到損毀 那麼針對的都是藍營雙北市的候選人 像是朱立倫的臉上呢 被印上了國民黨的黨灰 而連盛文的臉上被噴了個豬鼻子 還有標語寫著別讓盛文不開心 這些潑漆怪客噴一噴覺得累了 還在公車上寫下手好酸不血了 要民眾自行去Google盛文的棄言絕距 讓人看來是啼笑皆非 不過客運公司真的是委屈了 莫名損失近20萬